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在在任期間涉嫌接受利益及公職人員行委室案件在高等法院逐審 曾蔭權的弟弟前警務處處長曾蔭培也有現身法庭 曾蔭權任特首時的副私人秘書蔡建銘作供 說特首是休假時間的私人旅程一般來說特首8不會有正式紀錄 而在2012年2月曾蔭權被爆出出席澳門賭場春銘後 來自公眾、傳媒及立法會議員的質詢蜂擁而至 他主要負責草擬文件回應各界質疑 包括回應當時成立的申報利益制度檢討委員會 當時一份他有份負責的回封內容指就特首接受私人款待方面 曾蔭權由2007年7月便開始遵從一項自定的內部守則 那個守則規定特首在休假時 若和朋友邀請乘坐私人飛機或遊艇的私人旅程 若特首與對方不涉及利益關係可以接受 但必須向對方支付有關旅程的市場價錢 蔡杰明說這項守則是在回應質詢時從曾蔭權本人得知 也承認當時才是首次知道這條聲稱已存在4年多的守則 而翻查特首辦的文件都不見這個守則的正式記錄 據當時政府回應曾蔭權定了守則後曾經使用過一次 並按規定在2011年4月乘坐朋友的私人遊艇由澳門返港 不過蔡杰明承認特首辦應該沒有保存這件事的紀錄 另外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張美儀作工時 提到公務員事務規例和相關的補充文件中列舉的一些例子說明 其中公務員接受免費或折扣裝修服務就是典型的利益衝突情況 案件將於下星期一繼續